紫西丫头别怕 来叫你们救你 冲西 他们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会死得这么突然 难道又有人向我们开战了 大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紫西 说说吧 吃谁杀的 怎么死的 是被窦前辈杀的 窦前辈 可是那南宫云末的师尊 不是说南宫云末的师尊只是灵王强者吧 这怎么轻轻松松就杀了我家好几个神王 我早就看那南宫云末不顺眼了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以后可能会是我刘家的女婿吗 竟然还奉容自己师尊击杀我们本族人员 连自己和我们什么关系都不明白 那窦区也是赶大淘险 以为有小姐这一层关系就可以任意妄为了 就可以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吴长老 你是不是准备把窦前辈拉过来 然后就得朱砂 紫西 你不要太生气 有父亲在 小姐 你放心 看在您的面子上 朱砂是不可能朱砂的 但是他一定要过来当着我们所有族人的面 请给我们道歉 不然这件事不可能会善罢甘休 宿静 你们 你们想让窦前辈来认错什么 大小姐 窦区来我们刘家道歉是必然的 毕竟这是我们刘家的颜面问题 您放心 我们看在你的面子上是不会再为难他的 好啊 那我现在就让窦前辈来一趟 来就来 我就不信他敢在神皇强者面前动手 紫西 你可想好了 窦前辈 请您来助我 卧槽 窦区你小子干什么啊 紫西妮子那边出事 紫西丫头别怕 我来救你 偷袭 这人是谁 完全看不透这人的修为 此人到底是谁 神皇强者里没有这个人 紫西丫头 他就是要杀你的人吗 方四 竟敢当我们刘家众人面前行凶 还有这么多从犯 那就都先趴一会儿吧 我先把这老头收拾了 再来收拾你 严灵 神拳 是我来保护你 保护你个头 你师尊在哪里还用出手 一句话就能让无数人跪逼不起 师尊简直帅爆了 说吧 谁派你来杀我徒弟媳妇的 有何 还准备不说话用蛮力反抗我 窦前辈 这件事其实是 紫西妮子不要慌 只要有我在 谁都伤害不了你 这位窦区兄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这人谁啊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难道窦爷已经出名到这种程度了 窦兄知道我 不好意思哈 我认错人了 这位兄弟 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没事 你做你的吧 家主 你睁开你的眼睛仔细 看看 我还在这儿受折磨 你能不能先把我给救了 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真的快顶不住了 那好 我先把这件事处理好了 咱们再聊 行了老头 骨头挺硬的呀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到底说不说 师尊 师哥 你有什么事 师尊 他好像被你掐得说不出话来了 卧槽 是吗 好吧 你到底说不说 不说的话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窦前辈 大小姐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应该那么嘴贱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怎么了 你 我先把这老头收拾了再说 窦前辈 其实这位是我家的五长老 原来是你家长老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下回再见 拜拜 哦对了 我忘了一件事 你们可以起来 云末的师尊 这实力究竟是什么层次 连续的瞬间移动 就连我都无法做到 吴长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吴长老 您对窦前辈的道歉 可还满意 满意 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现在你们还觉得云末哥哥配不上我吗 配得上 能配得上 好了 今天的事就到这里了 以后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赶路这么长时间 需要补充一下体力吗 你好公子 请问您要买些什么食物 这是什么肉 客人您眼光真好 这种肉是本店最好的肉类之一了 它的名字叫龙岩 是一种拥有龙的血脉的凶兽身上最好的一部分肉 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 先给我来一千块吧 快来人 给这位公子准备一千块上等的龙岩肉 等等 韩公子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完了 这路顽固子弟怎么又来了 为什么别人都是一个店员服务 就连我也才能有两个人服务 凭什么他能享受跟我一样的待遇 你是在侮辱本公子吗 这位朋友 我们好像与你无冤无仇吧 这不是韩公子吗 怎么亲自出来买东西了 云墨 上 干他 随便打 是 师兄好强 区区五十四段而已 看我一招结束战斗 韩公子虽然是纹裤子弟 但是他的天赋 却不得不让人佩服 小小年纪就达到了五十八段修为 你们几个 给我干他 圣天断魂掌 卧槽 不好 是天道震怒 震气 是天道震态服 Bon App 阻dad 震气 继下